基隆暖暖社区筛检站一早就有民众前往排队进行裁检 根据统计5月10号一个上午 竟然有三分之二的裁检民众是来自汐止瑞芳等地 网络上更出现纠团区基隆社区筛检站裁检的留言 有些美民众表示因为这里是离他们最近的筛检站 基隆市卫生局方面也分析可能的原因 这里是最近的快筛站 因为它刚好是在这个隔壁而已 四小型在定内旁边而已 总不能说因为你局限于所有人都卡在一个县市 然后那个县市永远都没办法PCR 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好 在整个大台北地区包含新北 像瑞芳啊九份啊这些比较邻近的乡镇 他可能到我们基隆 比他自己要到他自己县市的筛检站的距离也近多了 所以可能也就选择了在我们基隆这边 那另外可能有些地方的筛检站有限制人数 甚至是采预约的方式 那我们为了基隆市的市民 我们都是开放 只要民众来是在我们的服务时间 不管的人数多广 只要在我们服务时间内 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 做这方面的一个裁检 24小时接听的基隆防疫专线也出现新北市民涌入的状况 5月10号的来电数有超过四分之一属于新北民众 在整个大台北地区也都知道我们是24小时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相信民众在疫情很焦急的状况下 都期待能够打得静电化 那人口数越多的县市 或许民众对于这方面的需求也就更强烈 那我们最近也有发现可能民众对于电话打不进来 那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县市 那这个部分我们只要能够进线 我们能够提供的是属于政策面的 大家都一样的资讯 我们都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对此基隆市长林游昌表示 这印证了他先前强调大基隆市 以基隆市为中心涵盖东北角与北海岸的说法 他表示基隆市政府会与新北市政府 攜手合作共同承担 也呼吁中央不能仅依据县市行政区域 而应考虑以共同生活圈作为医疗量能估算的依据 基隆本来就是整个大基隆地区的一个服务的中心 也是生活圈的中心 所以我想这个也很正常 不过疫情当前 我们希望跟新北市 未来还是要多多的一个合作区域联防 那另外也建议中央在思考整个医疗资源的一个配置 不只是用行政区来思考而已 而是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 变成是用一种生活圈的一个概念 来给予地方更多的一个医疗资源跟支持 我想我们基隆市会承担起我们该负的一个责任 不只是照顾我们基隆市民 我们周边大基隆生活圈的民众 我们也会一起来努力 共同来承担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